比赛已经开始了 今天我们第一场比赛就是好帅对阵余子阳 第一个球好帅打了一个差边 其实余子阳跟他打的话 难点之在于好帅的经验比较丰富 他对左手的经历可能会比余子阳可能会要多一些 左手对左手打的话 直线的那个球处理是非常要命的 对 经常说左手在对阵右手选手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优势 对 当然今天又不一样了 两个左手他们自己又打起来会不会有些别扭 对是会有一些别扭 漂亮 这个球好帅 没有处理好 自己有点懵 比赛退台了一个字一个反拉不错 下降棋兜住 其实刚才这板球好帅没有算到这个球还回来 因为他打的角度比较大了 比较大了 但是的话文德宇转还是比较顽强 现在二比二 这个位置比较好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不管是左手右手正手拼中路的小这个小上旋是比较难受的 挑的时候容易顶住 你移动起来就慢 你移动起来就慢 好的 余子洋用一个多拍 向我们展示了一下小将今天的状态 对 现在余子洋战术很明确 一上场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状态就是以我为主 马上进入状态拼 以拼对方为主 对 这就是经验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好帅的经验 你拼我凶我慢一点 突然顶你一个底线 今天一上演播室我们的黄志老就在说了今天这场球并不那么容易打 尤其像好帅这样非常有经验的这种选手 他们会在关键的时候用自己的经验的能够导致整个比赛的这个球风的转变 对 可能的话 不会有像这种年轻运动员的对风 队拉的那么大的那么多回合那么实在的球 但是老的运动员他会在打的过程中中计战术用的比较恰当 就打的你很别扭 他主要是就打的你很别扭 他主要是在心理在弱点在节奏上会给你造成一些打的并不是那么舒服 但是我们看到余子洋一上来拼的比较凶啊 嗯开局中局都打得不错 状态也非常好 在上一次的客场比赛当中我们是遗憾啊输给了山东鲁能是最后比分是2比3抢7的时候没把握住 对也是张超的发挥啊 张超也是用用那个经验在跟我们的周启豪在打 嗯 所以说那场球我在旁边看 我都不敢看 很紧张啊 因为其实呃我们都知道的张继科本身就是山东鲁能队的队员啊 只不过今年这个赛系呢由于种种原因啊没有能够代表鲁能队出战 嗯 那其实如果这场比赛如果他能够出战的话 我相信今天在省体育馆的观众人数会增加更多啊 对对对对 现在张超 呃现在那个那个张继科非常火啊 嗯 他的小蜜妹啊 像这些粉丝啊 对对对对 特别多 对嗯 我也感觉到了 就是呃在过综艺节目 还有前两天的那个河南冰冻中原那个河南的那个那个晚会上 嗯 看那些整个体育馆几千人坐满人 就是说明呃现在呢不刚刚就是说呃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啊 嗯 其实在整个队员的包装上啊 嗯 包括在呃赛场之外的很多的这个领域啊 运动员现在已经成为了就各个方面的一些明星啊 他们起到一定的明星的榜样的这个作用 对对对 把这种自己在这个场上这种拼搏的运动精神啊 嗯 带给更多的人啊 嗯 正面的正能量 嗯 对 看见张继科他他那个整个外观形象硬汉子的形象是吧 颜值都比较高 是 你看在看见我们的运动员 我们爱朗坤的颜值都都都都很高 对 很青春 是 各有特色 嗯 比赛继续进行 像于子阳 1比0领先 看一下第二局 第二局的话 好帅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嗯 大球失误了啊 这个真的比较少见 我记得在我们直播了这么多场的情况下 只见过两个 这是第二个 难度很大 难度很大 说明于子阳这场球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应该他看了蛮多那个好帅的那个录像 对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啊 于子阳在上一场也是被许晴打得有点支持而后涌啊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嗯 你看两个球 嗯 好帅在主动变现的时候 于子阳都能够照顾回来 这种难度非常大 说明他想着想到别人面前 知道好帅什么事要变了 今天的于子阳真的打出了一种似乎很成熟选手的这个球风啊 嗯 就开局跟第一局跟这个开局来讲的话就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希望他在下面的下面的两局比赛当中能够继续这样子的做风 有这样的发挥啊 有这样的发挥 再一个的话如果说是好帅如果在技战术的变化上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希望于子阳又能够考虑在里面考虑一些因素 嗯 因为这种老运动员经验比较丰富的 他肯定会在比赛当中肯定有很多样的变化 很多套战术 对 王远了说今天于子阳呢作为安徽朗坤俱乐部的第一单打 那么除了这场比赛之外呢 他将会在第四场单打当中对阵这个深圳鲁能的第一单打方博 那场比赛应该说如果能够进行到第四场的话 那么那场比赛的成绩胜负就很关键 对 漂亮 好球啊 我们说于子阳今天的正手啊 真的百分之百的发挥 平时都反手好 但哪知道今天的正手发挥的这么好 对 你看一个回钩 完了以后下降期的两个拉得很实 他整个拉球过去非常实 这球直接是拉出了这个让郝帅是预判都出现了失误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个郝帅他这个选手比较聪明 地板他一般的话先走正手 在于子阳跟于子阳打的 这前面的一局跟现在 他地板球都打正手 这个是比较聪明的打法 但是于子阳今天 漂亮啊 精彩的对决 对 这个球体现了双方的真的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了相应的各种的硬实的调整 这难度比较大 对 下面的手腕用得很好 刚才这慢动作可以插网了也要手腕 撑就出去 这种时候的话 在处理这种球 你大动作或者前面的动作都没用 主要是靠手腕 对 手腕都有过去 短促发力 对 5比4 6比4 变了 可惜这蛮的插网 转还是蛮转 对 我们很难得的听到这个拼抄这么高水平的选手的拍子跟球桌时间发出了拼拼胖胖的声音啊 对 漂亮 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 横拍的中路地板走中路再走两边是一个牵制对方的一个比较好的战术 先走中路再走两边 那么横拍就是他的选手的话他反手的防守能力防御能力快速能力是比较强的 对 所以说的话如果你有机会再跟横拍选手打的话地板走中路再走两边或者说走中间再再走两边 哇 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这个球好帅是其实做了相当大的一个调整 愣是把这球让了自己的正手位啊 对 跑动的距离相当远 对 好帅发挥也还算可以 但是我们的主要发挥的更好看 大范围的 对 算高点 刚才那个球还是揭发球有一些问题啊 好帅有一些变化 他发了一个与主张正手的侧上 没有判断好 这是关键分的比赛8比6 这个时候的这个战术还是不能这么打啊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突然奔个反手你应该过去的质量也是很高 应该不发发不出台 完了以后再做一些正手的调整 效果会更好 8比7 好球啊 这个球其实好帅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准备攻击的这个方式啊 但是余子洋特略的很好 对 像自己的在自己的发球局的话就是要拼拼两分保一分 要有一种心理暗示 比如说你在准备到我发球9比8领先或者9比7领先的时候 当我发球 自己要给自己心理暗示拼拼拼两分 对 自己要对自己小声说很多经验的运动员都是这样子 你看这就是他的变化 他从来没发这个勾手 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发勾手 所以说那个余子洋到了这种关键分或者说打性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这些小动作 对 或者是你要是真的想拼的话 就是在进行到这种9比9 10比10这样的情况之前 先确定比较大的领先优势 对 当然这个也是相当困难的 对 我们看一下余子洋 对球怎么处理 还是发这个出牌的 刚才这个球就处理的不好 所以说这个战术是有一些问题 刚才在余子洋在8比6领先的话 第一个球也是偷了一个反手位长的 对方直接就是带过来 对 那这板球也是一样同样的 好球 调整的不错 上个球其实余子洋已经调整的很不错了 对 但是我也希望这局球余子洋不要受影响 本来这局球我们一直是压着对方来打的 4比1领先的开局阶段 对 但是在8比6领先的时候 这个时候暂时执行的还是有些问题 它可以一些 你想摩擦还比这个发出台的正手底线长的球 效果还要好 其实像国家队这些选手你发长的话很少会吃你的 对 接下来除非是真的是完全没有做准备 转折点的这局的转折点还是在 在那个8比8的时候 那个 变化了一个发球 变化了一个发球 一个勾手 那像这种接发球失误的 像越野球迷接发球失误的 它首先我们觉得要克服心理恐惧 一定要克服心理恐惧 第二个时候的话 你在接发球的时候 手腕 前臂 手指一定要放松 身体略要紧张 这样子就不容易吃发球 再一个的话 你接发球的话 一定不能去碰 一定要不能去碰 一定要多加点力 或者多加点摩擦 最后一个的话 如果你老是吃这个发球 那你的动作要稍微相对的调整小一点 不能大动作去接 好 我们再看第三局的比赛 对 就是发这种不出台来跟他对反手 其实于子阳的反手 对好帅的反手不吃亏 但是今天的正手对对决起来 那于子阳还是占上风 所以说不怕 就是不要急于求成 就是打这种反手 我既定的就跟你对反手 到了正手我不弱 我减分就减这个反手一两分 那我这局比赛 我已经就锁定战局了 有狗手了 你看这经验老得这么一眼 他会尝试有多种的方法 对 那于子阳作为年轻的新秀选手 在正式的比赛当中 跟好帅的对决其实并不多 对 双方也都是处于一个相互熟悉的过程 对像这种平超联赛以上的比赛 可能就是打的预见的也不多 但是在队内里面可能队内循环比赛打的还是比较多的 这好帅来自天津 是比那我们的开局也是打的不错的 对 跟上一局一样 对 希望在中局在尾局的时候 不要有那么多的想法 这边好帅 发挥也不算很好 这局的发挥也还是比半 哇 我们看一下现场 有很多的客队的球迷 客队的球迷 喜欢山东鲁能的这些球迷 也来到了我们的主场 那我们现在感觉到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去别的客场去打 也有很多我们的球迷 现在这些球迷 包括你看通了高铁以后 很快 因为时间过得很快 他们来得很快 所以说他们这很多球迷 就专门跑过来看这个比赛 像现在经济的发展 包括高铁技术的发展 现在到这个客场去看球 真的非常的方便 时间上距离上都缩短了很多 刚才其实在之前的一轮 这个加油声中 我已经听到了 在叫余子洋加油的时候 已经很多的声音在叫 这个好帅加油 7比2 反手对反手敢于发力 他这个速度直接顶到了余子洋的板边 这速度非常快 又开始 你想了 又开始勾手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勾你一个正手最短的 其实余子洋处理这个球没有很好的办法 对 叫了一个暂停 像这样的这种情况的处理 我觉得就是说 从4米1领先到目前的7比4 在包括这个 好帅的这种 用自己的方式 变换着 反而去想办法去发球这样的情况 对于年轻的余子洋来说 我觉得它是格外的一种锻炼 包括上一场的这个 对许欣的这种临时的临阵的这种 变换的手法和变换的发球 对于像余子洋这样的年轻的队员来说 真的是成长非常的快速 对 我想的话余子洋吃了第一个 这种勾手的发球的话 第二个球要强硬一点 不要让好帅感觉到 这个球你是处理不好 别虚 别虚 你让他看住你就虚 他抓住你这个痛点就不放 一直咬住你 你就很难摆脱 而且他可以通过这个球里的反应 能掌握你的心理 对 就说你看 一看就你没有办法应对我这种这种状况 对 对 我想的话还是 还是余子洋这样处理这个球 还是我我调你一两把 嗯 让你觉得你不知道我是接不好你这个发球 还是接失误 对 让虚虚实实 不要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那个好帅 嗯 又来了 又来了这个 他现在这个发球还是起到很好的效果 对 单单独的一两个球啊 其实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嗯 关键就是怕只要是对方一变你就失误 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了 对 特别是在打比赛吃发球的时候打得很欧难 对对对 纵使你有什么好的反手什么好的正手 你吃发球你人会乱 嗯 危险 嗯 地板的压制速度 他发完这个球 底线的长的这个效果不好 已经吃亏了两个了 对 完了以后宇子洋还发这个球 一打顶的底线 地板的压制是好帅还是速度压制在后面 嗯 比分带到了7比7平 嗯 比较可惜6比1领先 嗯 嗯 啊 余子洋呃我记得有一段有一度有一场比赛也是崩盘的情况啊 我不知道这场比赛 呃会不会这样啊 就是连续的10分啊 非常快的10分 叉叉叉分就直掉啊 今天这一局的情况 呃 差不多啊 应该做一个调整啊 刚才那次暂停 感觉似乎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了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心理上的变化 嗯 经验上还是对欠缺了 处理这个球 看打乱掉了 嗯 嗯 打乱掉了 就年轻队员小将往往会出现这种情绪一下子崩盘了 就是没有办法去收拾心情 没有办法去再次的调整好一个正常的状态 他主要是第一个吃 吃了那个 好帅的发球 嗯 再一个的话 这个长球底线的球就不能再发 发了这个长球底线 今天打了这些球打了三局球 长长球的底线的快速的球输了三分 对对对 这个球千万不能再发 其实这个刚刚这个十比八的八分这个球来的晚了些啊 如果是九分这个球来的话就更是时候了 嗯 漂亮啊 功都漂亮啊 防得也很漂亮 嗯 这个球可以入选十加球 对对对 刚才好帅一个大穿越 余子阳还是能够顶得住 嗯 对方的分数是十分 所以这个 这一局的对于余子阳的压力很大 嗯 刚才这个穿越 相当困难的 嗯 在看这个慢动作的时候 你看余子阳的一个变现比较好 对 嗯 一个变现 我想的话 这个时候展庭那个好帅肯定是用个勾手来处理 正所谓短的 他肯定是抓住这个 发完这个球他就会进攻 嗯 看你吃不吃 所以说余子阳在展庭的九比十落后的时候 是好帅发球 这个球一定要强硬一点 一定要上 这一分其实相当的关键啊 对非常关键 五局三胜的比赛谁能够拿下第三局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所在的 而且在这一个这得分之前啊 这余子阳算是打了两个非常好看的球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好帅这分暂停了以后他是怎么去处理 这个都是双方的一个关键的时候啊 随二比二比领先谁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对 嗯 只要看比赛 十比九 好帅领先好帅发球 果然还是勾手啊 你看王宫队啊 嗯 好球 这个球他是绝对勾手发正手位短的 但是可能余子阳在处理这个球已经有一些方法了 对 你看他暂停一下拿下这分 他就是一个勾手正手位短 因为余子阳在处理这个球一直处理不好 他就像暂停就把这分拿下 对 嗯 十里十 刚才这一分没拿下好帅也是有点乱了阵脚啊 嗯 应该余子阳发个逆向摩擦正手位中路的这个效果也很好 嗯 诶 哇 这个位置发往中间一点就好 嗯 是逆向摩擦 他也在求变 对 所以说双方胶着的时候好帅在变 余子阳也在变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技战术的变化 大家可以在这些方面可以看 你看余子阳从来没有发个逆向摩擦 刚才十一比十他就发了这个球 嗯 但是这个球的位置变不好 给那个好帅太多的空间 如果再往中路再走一点顶上去的话 好帅可能 诶 你看 嗯 刚才 很明显的球啊 对 刚才 你看一下 我们看着这个战术 这个战点啊 非常有意思 那在十比九好帅领先的情况下勾手一个正手位的短的 到了十一比十好帅 可以说在中段之前都非常的好 但是到了关键分 在技战术的变化上还是太少了 总是跟着别人的节奏在打 别人先变在前面 而且这些变化我们没有估计到 这个平时在运动员训练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所针对性的练习呢 对有针对性的练习 奈于就是我们的这些小将们就是第一个大赛的经验各方面不足 完了以后整个技战术在中场的变化 尾场的变化没跟得上 都是用体力在扛 用年轻在扛 但是没有在经验上 还是应该要多去学习一下这些老运动员这些经验 打得不够狡猾 对 我们说作员要踏踏实实打球 叫兵不厌诈 打到后面 上一局十分丢掉之后 对于子洋还是挺影响的 对他的士气影响比较大 对 因为两局来说都很有优势的情况下丢掉的 对 很可惜啊 我们希望他能够做一些调整 就是于子洋能够在这局做一些调整 他这个球对于尾展的威胁还是不大 不大 最怕的一个勾手的上下旋 这个是顺向摩擦 他勾手的话是跟逆向摩擦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秘密武器不能老放 对不对 就是好吃的东西 它是留到关键 对 像煮菜一样 需要上分的时候 对 再顶一把 中远台的话 你像他们这些高水平的任务员 他就是在试探当中 两个高手在对决的时候 他会试探你 你在这场比赛哪些就处理不好 那么的话 他到关键的时候 他就用这些球来赢你 平时打着胶着的时候 他就不会用这些 不让你适应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技战术 就不让对方适应 对 但如果今天好帅 跟余子阳在打的时候 他要像用这种正手来反手来 他显然是打不过的 对 余子阳状态也还不错 两边的实力今天也发挥得不错 有点急了 从动作上就能判断出来 小伙子今天是真着急了 对 这盘球其实落点不用那么开 发力不用那么狠 你想变现 其实好帅已经逼到那个角了 这种球不能应该那么狠 可以中性的去打 漂亮 这个对于余子阳来说是一个调整器 这两个线路打得非常好 对 但是人的兴奋度跟状态 跟前两句比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他在调整器的时候 能够调整得更好一些 这余子阳应该放下这个心理的包袱 现在这个勾手处理发调不好 只能是没想去切它一板 对 那我切我就切底线一点 第二板就强硬一点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让你拉不出质量 5比5 正手今天余子阳发育得不错 对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正手 其实是他一个算弱相 稍微比反手杀伤的小一点 反手他速度 再看了余子阳这么多长的笔 高手 他肯定用这种球来打了 会不会改变战术直接发个前冲球 漂亮 处理还是比较不错 连得两分 这板球摆的还可以 打到抢7那就激烈了 对 这个就好看啊 我们在看精彩的对决的过程当中 也算是见证了一个小将的成长和一个老将的坚持 他没有发个长的 对 他没有发个长的逆向摩擦 我那个动手 他突然发个长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看他这个发球 这个影神 我心里蹦了一下 但是好在关键的时候余子阳处理还是不错 因为我上一个球我就在猜他会不会发一个 其实变换一点 就是逆向变换 对 他用在这个球上面 对 但是效果其实余子阳做的反应还是不错的 嗯 好帅 刚才前面那一板处理的很好 对 一个直线 你看他动作没有做完 其实走直线的话 像我们业余球迷在打的时候走直线 我们整个动作要往直线走 拍形跟发力方向往一个方向走 它就是一个弱点 所以说我们比如我要走斜线 我一定要我的拍形跟我的拍面 发力方向往斜线走 刚才是一个小动作 他没有带手腕 直接往直线撇 对 10比9 漂亮 好球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啊 这样的话大比分来到了2比2平 嗯 其实余子阳那个 在后面的这场比赛 就是刚才这局比赛 有两个球是一个亮点 他想的很细 我发到你针锅会短 你稍微一步起来 我正所谓就冲 嗯 这种就是抢攻意识 发抢意识 非常明确 嗯 而且在上两局 余子阳一直占据着优势的情况下 没有能够拿下这个 那局的胜利啊 对于余子阳来说 我们说的还是一个调整期 对 那么在那个调整期 余子阳一旦过来了 可能就像是跑步一样 过了那个极限之后 他才能够冲得更快一些 对 在后面的比赛 能发挥得更稳定一些 嗯 目前来说余子阳算是过了自己的极点 嗯 达到目前为止 呃到这一场比赛的后半段的时候 余子阳渐渐的有点复苏了 啊忘掉了曾经好帅带给他的那点 那点冲击 那点这个老肩巨滑的手段啊 对 让余子阳变得好像似乎是重新的在在比赛了一样啊 嗯 这点是很很可喜的 对 他这这局比赛里面呢 的话呢 心里的顶着压力啊 其实对他的成长历程是个很饱分的 对 对 只有有些东西只有你清新的去经历过体会过 那么的话你可能将来的碰到类似的情况 你就会处理的更更重量 而不是我们凭空的去想象 对 我觉得上一场就是按照余子阳这个个性嘛 就是上场对许欣的过程当中可以说被许欣顽虐啊 那场较量对于余子阳个人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对 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选手啊 嗯 他遇到那样的选手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今天他一上来拿的状态很早很好啊 所以越凑越勇了这个时候 我觉得跟上一场比赛应该是扯不开关系的啊 好看这场比赛也比较好看 嗯 从刚刚开始的余子阳进了高高速进度状态 好帅没进入状态 到后来的好帅的技战术变化 对 对 2比0 看起来打得不错 反手连得三分啊 嗯 好的 真的感觉就是重新的涅槃重生的这个余子阳一样啊 对对对 嗯 这个一个从波峰啊到波谷 嗯 再回到波峰的一个余子阳还是很可怕的啊 对 连得三分这个反手 这是 啊 我们山中鲁林的球迷 嗯 哎 哎 这个运气球 清暗不要受这个球的影响 对 嗯 3比1 拼2分 保1分 自己发球局 3比2 双方交换场地 应该是 已经交换场地了 大概3比1了 对 3比2 这是抢7的比赛 谁先到这个不像是常规的局 11分 这个时候在考验他心里的时候了 看到希望 你看容易管控不住 过于冒进了 其实这时候打也没问题 但是就不能太凶了 对 这个时候真的是考验他心里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的人就往往犯这种错误 准备看到 没有看到希望的时候 全力去拼 当准备看到希望的时候 有想法 好帅送了一个大礼 这盘球真的好帅是送了一个大礼 你看他发球发一个勾手的中路的上旋 这个半高球 这球应该说是应该是打死的球了 这个上去你看 还是步伐有点没跟上 太急了一点 主动电线 线路的变化非常的棒 有的时候机会球碰到机会球 我们处理不好 就机会球就等于不是机会球 自杀球了 对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因为球迷在处理的时候 看到机会球一定要稍微冷静 不要太过于兴奋打机会球 要到了非常关键的阶段 4比4平 希望于只要记住前面的那个技战术 漂亮 这是设计的很合理 给你拧起来 我拉你中路 他想的很好 所以说这个球的质量不高 有的时候 一个球的质量来讲 它并不是说力量旋转的质量 它有一个弱点的质量 就已经不错了 刚才这里有个旋转 跟弱点的质量 5比4 又一个插网 每到关键时刻好 所以还真的挺 人气还挺旺 对 这个抢期的时候 连续两个插网 10网 非常关键的 5比5 这个真的是给余子阳在考试啊 这个优势现在在 在那个 好帅这边 当然这样的优势 在两三个球之后就会有 有明显的变化 比如这个球啊 余子阳真是拼出来的 对 这个球真是扛出来的 嗯 揭发球也不算好 你看给那个好帅上得很快 你看这揭发球也不算好 对 但是如果说是打到 像这种中台这种 不是远台 远台可能余子阳比不上 那个好帅 但是在中台的时候 应该还是体能速度上 漂亮 终于 拿下了非常艰难的这场比赛 对对对 余子阳你看也是很兴奋 其实这场比赛 不管它是输赢也好 那个对他的这个整个的信心 再加上他的整个经验 是非常宝贵的 对 今天的整场的比赛 男团整个的比赛 都有非常好的这个影响 因为毕竟其实如果说 说运气的成分吧 你说最后的关键时刻 好帅也 也是运气不佳 也等于说 还是在给 在运气当中 算是扯平了 对对对 那么在关键时刻 余子阳能够 拿下这个抢期的比赛 顺利的拿下 这个双方对决的第一场 请不吝点赞订阅